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4日 我又不知道,你如果是海外慶眾的話 即是如果你身在英國,我想你都嚇到面無四兩肉 就算是不是用匯豐都好 不過如果你用匯豐,就應該多了重顧慮 這些東西就不複述了 我想大家都聽過沙發佬說什麼 那個沙發佬就是澳洲大外宣 之前都說過那些GDN那些東西 其實那個Attack來講 你會知道Cloudflare各樣的而且確是擋到很多 你平時做的那些除了security的reason之外 亦都是他在儲大數據的 就是他給你一幅畫 然後搬那些砌圖 擺過去 如果你是Robotix這樣 即是用不同的IP去lock in他 即是進行這些server attack的時候 那他就可以擋到第一層 然後才read入你的網站 那你的網站就少了很多重的維護成本 睡得著是不是 那有些甚至乎 即是如果 看看他是不是一事同仁 例如他覺得 這個定方的IP有古怪的 整個定方block了他 這樣的時候 那就一了八了啦 不需要他read IP 是這個地方來的IP 整塊鏟起了他 那什麼都不用煩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就會 你又要多重功夫的 他們可能模仿了另一邊 即是用VPN 然後用VPN呢 就有其他的IP address 那這裏做個普及教育 IP的意思是 你每部電腦上網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個address 就是什麼 202.0那些 人家就用這個IP address 去read到你部機 各樣那些 那就可以 溝通往來 那當然你自己會有個防火牆的 那如果那個人是用VPN的 那你變了要追蹤的時候 然後呢就要多一重追蹤 那這裏 講回正題了 雲端服務商 這個域名系統 就出錯 於是乎 就有很多定方 那一度斷線啦 而在英國的朋友呢 你就可能 閣下仍然 打算用匯豐 轉錢各樣那些 貪他方便 因為有個環球戶口那些 轉來轉去的嘛 金瓦 你不客撐市 即是你是不知道 到底是電腦出錯啊 還是怎樣 所以漏東西啊 嘩 那一晚 幾多的 在英國裏面 的匯豐粉 叫了你不要做匯粉的啦 那那些匯粉呢 不斷按按按按按按 周圍上網 找一下人家 到底什麼事啊 各樣那些 如果他不知道 是整個東西 down了 即是阿卡麦那樣 你連palswap都用不到 否則啊 你不客到鼻孔都沒有肉 嘩 是不是突然之間 點點點點啊 所以知道啊 之前啊 匯豐就說話什麼啊 嚇鬼屎人 就說7月26日之後呢 就無法 即是外國那些啊 海外的用戶 就無法access到那個online banking 那我在這裏想啊 嘩 如果你欠落匯豐十萬八萬銀 那怎樣還數呢 還是怎樣啊 強制還不到數 強制交不到學費 強制負債 喂 大哥 你這條款就說 還不到錢的時候呢 就罰息這樣那樣 嘩 那不是罰到破產嗎 那當然 如果閣下在匯豐銀行啊 欠落幾十萬 那就不知道他害怕些 還是你害怕些了 其實近來 他都不是路的 所以知道啊 恆大這些 帝國慧民的企業 那你粗粗的啊 啊 作為一間 那些叫什麼啊 動物銀行 啊 作為一間動物銀行啊 你就很應該 勉強這個恆大的債務呢 還有 借多少少錢給人嘛 等人家渡過難關 說中送炭 別人會感激你的嘛 就不是 走去咳鬼了別人的案件 不借你 幹什麼呢 喂 假假地 別人恆大啊 許家印啊 都跟上面有千絲萬縷的往來 你這樣就是什麼啊 展不斷你還亂啊 你以為不借案件就行了嗎 唉 所以這些左右做人難 最近啊 你以為只是 啊 在外國那裏走不來嗎 甚至乎 內地啊 有很多事情都沒有遇到匯豐了 反不過 都沒有的 萬一手資訊的時候呢 你又發覺 啊 那個payme 喂 整個倒了喔 算不到數各樣啊 那很多人都會很驚恐的 Anyway 那可以跟你講就是呢 他的而且確啊 就有 傳個信件 給各大的匯粉 那跟他們解說 不是的 7月26號之後 都仍然呢 是可以用到這個online banking 你先聽著吧 就是 匯豐嘛 他出了名的了 叫做封印銀行 匯豐加許家印 那就是封印銀行咯 他呈清他的事 哎 那些服務真是 那不單止匯豐啊 連Amazon 英航 都一度斷線 匯豐算了 就是都是一些匯粉的事 就是最好各下 不要放那麼多錢在這裏 用回其他會好一點點 那但是 英航斷線就麻煩啊 大佬啊 很多人訂英航機票的嘛 那你無端端斷線各樣啊 那人家怎麼訂機位呢 有些訂訂一下中途 嘩 突然間斷軌了 即算怎樣呢 人家在預留著seet的嘛 可能 還要完成登入之後啊 啊 你跟著 跟手要驗證自己那些 特區護照各樣 對上去的嘛 那你無端端斷了線 人家做到中間的時候 然後再擠一下 那不老禮呢 沒有事 就講求一 氣呵成的嘛 沒有辦法啦 這個是Akamei的問題 都只需一個小時而已 如果啊 你睡著 那應該都沒事的 那 在麻省那裏 如果大家記得 麻省理工 很出名的 在programming界 麻省理工呢 你出了很多的coding 人家是可以拿來用的 而麻省那邊 SERVER 公認商 已經發聲明道歉 說起就生氣了 原來 他們那些 蛇鬼魂端各樣 經常 首頁的時候他當宣傳 寫著 Black Lives Matter 就放在首頁那裏 就不知為什麼的 宣傳什麼 而阿克米發聲明道歉 澄清不受網絡攻擊 嘩 更糟 原來這東西是自己丟的 那叫人 怎麼信你的服務 他说事件源于软件更新的期间 就搞到他那个网域的名称系统HDNS的一个程式错误 将域名转换成IP的地址 哇,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多大事啊 你将域名改成IP地址 那别人就看到了IP的了 然后由于Oracle和Amazon 他都有很多东西连去这边的 阿卡摩在那边,他这样断线法是搞到Amazon和Oracle的 简单说,网络大塞车 这件事如果大家记忆犹生 就会记得起上年曾经在德州那里 又是甲骨文公司 那时候也是遭受到外国黑客的襲击 那上回就讲过给大家听 那个男Body的女儿,独生女儿 带上孙子孙女,咀一声 哎呀,那个小孩,拿着个小行李啊 那一别,因为这次有机会是生离死别 Departure 离港 根据一个移民英国的问卷调查 有差不多一成的港人是带父母移民 意思是什么?有九成都没有带过去 那当然啦,这里是错误的 你用个大字,与一成港人与父母移民 这才是正确的,为什么用个大字呢? 这个世界没什么说谁带谁 对不对? 何况很多事情想的 例如老人家又觉得香港的医疗 好点,方便点,近距离点 他们可能这样想啦 至少香港的水塘 就算水满为患 最多那些水都是排出海的 他们觉得就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嘛 你不可以说他对,或者不可以说他错的 你只能够说,在暂时可以见到的 现在这个环境来说 他们想的东西就是对 但是老人家,你叫他多做十几年的事吗? 他可能说明天都不在了 所以,有超过一成的港人 就与父母一起移民的 但是,也就是说,有少于九成的港人 没有带父母一起移民,那八十几%的人 就变了天国一方的了 而心理治疗师就在这里说 有一些长者,是因为 今次就不是独女,是儿子 因为儿子举家移民 就说失去人生的主族 有什么说人不人生主族呢? 退休人士,自然有自己的世界 信政府不怕 香港政府一定会照顾得他们妥妥贴贴的啦 不信是刑事的 所以一定要坚信、确信 但是这里呢,就不关政府事 有长者因为家人移民之后 情绪崩溃地说 哎呀,你不看着他,真是很严重的 更因为服饰过量的药物 就不惜入院 你记不记得意外里面 那套戏呢 有个叫老伯的嘛 然后老伯,整天逢岁帆 就不记得自己吃完那些药物 对呀,他的药是医记忆力的嘛 你不记得,你就不停拍了 那结果就说,令移民英国的儿子内疚 你内疚,你就带老人家一起走嘛 都是一家人申请 治疗师是这样提醒的 如果你准备的话 就应该在出发前三至六个月 要有心理准备的嘛 三至六个月啊 不可以立刻的 要三至六个月 那就提早告知长者有这个打算 就不是上机一刻 不过那位独生女呢 我觉得做得挺好的 因为扔转 你想要的是另一个效果嘛 有心理预期是好一点的 不过,不要啊 你一系就一起 这里又说到 有长者移民之后呢 就不愿走出社区 我都不明白你可以怎么走出社区 要老人家重新适应 和人说英文 都可以 但是问题是什么呀 你不会让他走出去的嘛 长者啊 经国啊 你走出去做什么呀 就算是呀 你都等多一年半载啦 如果不是 就可能移了去另一个地方 所以不要出街啦 所以这个民调 又是有问题的 不是民调来的 调查啦 Anyway 今次呢 断网事件 就不关汇丰事先的 但是呢 帝斯不敢包啊 就是这样 好,今天讲到这里